我可以重視一下 尤其是你開門 有很多人 很痛苦 很痛苦 端端幾句一下髒話 一下歧視性字也 如果你們不知道 他就是最醜的狂狂 嗆宗教 嗆種族 嗆氣候變遷 這是一名英國改革黨 助選人派克 被英國第四頻道記者 臥底紀錄下的影片 他還用專門侮辱 巴基斯坦裔或南亞裔 劈開頭的自演狂罵首相蘇納克 派克診斷從事言論 這回被公開 他的老闆也是改革黨黨魁法拉吉 第一時間道歉回應 甚至說已經開除派克 但沒想到沒多久 法拉吉又改口稱 這一切都是陰謀 法拉吉聲稱改革黨是被設局的 不過蘇納克批評這就是改革黨 黨內的文化問題 屬於英國最大政黨保守黨的蘇納克 強烈譴責改革黨 對正在競選國會議員的法拉吉來說 恐怕不妙 特別是最近他還碰到這件事情 隨著掌聲響起 一幅海報緩緩降下 居然是俄羅斯總統普欽 比讚的照片下方還寫著 我愛法拉吉 原來是因為法拉吉日前曾經批評西方國家 引發俄國入侵烏克蘭掀起不少人反彈 後來一個反法拉吉的組織坦承惡搞 只是身為小黨的改革黨 目前在國會只有一席 面對大大小小風波 7月4號大選要再搶更多席次 恐怕難上加難 TV新聞走不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